家企官 今天起行一百十字 下年度 国民党思合校长报答 教杰电类 管党王张梁 主持教父义姓和宣誓 今年有六位校长退休 二十位校长连任 十九位校长伊东 一位在任和八位出任校长 八位一合如心 家企官女王张梁 特别感谢六位退休校长 用人生最精华的岁月为家企官 教育打拼 生就概冠的修正 祝福他们退休以后 生活以外 顺利发展 深色制約 王张梁也期待 有四十位年任 以及与东再任的校长 用健风高的领土地领 和办学经验 银行教育 两个小孩保持学习的动力 文学障于自己小孩 独特的魅力和汉用 今天这样一线 我们的校长做了一些异动 其中有六位校长也退休 有一些第一次当校长 今天完成所有的布置 跟交接的典礼 我今天特别许许所有的学校 实际上学校的本质 就是一个学习的地方 那怎么样让小孩子 在这个过程当中充满了学习的动力 那如果说小孩子在学习的过程 充满了挫折感 那进而在这个空间里面 已经不厌力学习 那我想这个都是学校的大问题 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校长能够好好的去看到这个教育的本质 跟去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带动让我们的小孩子 那不管在各个零零层 在这个学习空间 永远保持学习的动力 那我想是当校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共勉 那这四五年来实际上整个嘉义县的学校 那一直在往正向的方向发展 那慢慢的大家对教育 那也凝聚了一些共识 那有一些需要充足的师资 或者是设备 我们也一一的在做相关的改善 那我们希望 那能够把嘉义县的教育把它做好 那能够为我们的国家 培养更多的人才 那我想这才是嘉义县教育 最重要的目的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加油 王璋梁也欢迎八位 国首粗林校长的新立军 基本怀到牵臂的心情 努力穿实灵独立 努力新的逛逛环境 跟当年建立均密的伙伴关系 他以后无发展无伴接规 創造教育新世代 其实校长应主动 宿客如何促进修身交通 正确跟建立教育主委 提升教育教育教领 引发学生学习兴趣 这都是校长这部旁白的重要任务 以行政领导力量推动效忽 事物发展 发育教育经费总好 用确定领导书以印度教育团队 你过马路怎么穿成这样 你不知道 现在过马路很危险 马路如虎口 这样很安全 不用啦 现在过马路 如果没力量行人 有加重罚则 现在变得很安全 你放心啦 这样我就放心了 这样我就要过了 好 不错喔 我们现在就是要抵挡行人 台湾现在很多你看 过马路不敢过 你看车来就会怕 所以我们是人让车 那现在台湾要整个要改变 我们原本就是应该车要让人 对啊 所以现在台湾要较重处罚了 如果你没有让人的话 那你的罚划会很重 大家不用怕 现在要过马路 不管你是塞车还是驾驾驾驾 一定要扭 怕路的人生过 不然会加重罚划的发情 所以现在政府很重是这个 所以所有塞车 驾驾驾驾驾驾的人 快得行人要过马路 一定要让他们先过